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子已经死亡 她落水的地方正是村里南北向明渠和东西向暗渠的交汇处 消防队员撬开了暗渠的盖板 沿着水的流向继续搜索了十几米 也没有发现另外一名落水者的踪影 然不成说她被水给冲走了吗 可是这个排红渠只有一米多深 水量并不大 不可能把人给冲走 那么另外一名男性落水者去哪里了呢 与此同时 在对落水的女子进行查看的时候 消防队员发现了问题 从水区掉下去之后 她的伤不会出现在这边或者说后警这边 所以我们立马联系120 说是这个伤是被人敲打所致 女子的身上有戳刺造成的伤 这显然不是落水造成的 情况很异常 当地警方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死者的这个颈部有伤 就是我们法医处看到它是一个 就是担任的热气 就是造成了一伤痛 由于事发的时候呢 恰逢附近的一所小区放学 这路上人来人往 现场已经被严重的破坏 警方没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死者的身上有身份证 警方很快确定 这个人是24岁的当地人陈兰 他的钱包等等随身的财物没有丢失 由此呢可以排除了谋财劫杀的可能 可是蹊跷的是呢 在后续的搜救中 消防员没有发现另外一名男性的落水者 那么他又是谁呢 这个时候 死者的丈夫和亲属 人群赶了过来 他老公来之后 就是这个店 应该是他 他媳妇去接孩子的店 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遇害的 马家村是甘肃省甘谷县的一个城中村 由于临近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附近村子里的很多家庭 都会在这里租住陪读 村子里人口稠密 环境复杂 要知道呢 案发的现场再往西走五六百米 就是陈兰家的租住地了 只是他再也回不去 他死在了平时接送孩子的必经之路上 案发现场恰好在一条马路的交口处 通过这条窄巷 可以到达陈兰女儿的学校 民警呢 找到了和案发现场 相隔一条马路的一处监控探头 只是呢 案发现场正处于监控的死角 通过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17点35分左右 陈兰的女儿走出了巷口 什么问题也就来了 既然是接女儿放学 陈兰为什么没有紧跟其后 而是掉入了村子里的排红渠 身上还有戳刺伤呢 显然啊 这很是奇巧 终于在反复查看了视频之后 民警捕捉到了一个 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瞬间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 这个政治人就这干啥 被害人的女儿出了巷口之后呢 只见墙角处呢 有一只人手一闪而过 我们只能看到一只 落水的一只手 第一步确定了这个 具体的案发时间 案发的时间 确定在了十几点三十五分左右 随后通过小学附近的一处 民用的监控 我们看到 十几点三十一分左右 陈兰和她的女儿 一起从学校方向走了过来 在他们的身后 尾随着一名可疑的中年男子 在另外一组民警调取的监控中 也有这名男子的身影 通过这两段监控视频呢 说明被害人在接孩子的时候 有一名中年男子也在 他们有可能是认识的 那么陈兰的女儿当时就在身边 他有没有可能看到了 案发的经过呢 军那个孩子描述就是 他放学的时候 是他母亲和他一个叔叔 一块他到学校接他的 然后他们是一块往华家走 走的时候他是在前面走 但是当他走到那个 从里面那个大道上的时候 他发现他母亲不在 然后他就回头看 看的时候就看到 他母亲在水军里面 然后那个叔叔也不在了 被害人的女儿只有六岁 刚上校的一年纪 表达还不是很清晰 但是呢孩子说 他认识和妈妈聊天的叔叔 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么来看 应该是熟人作案 案发的当天晚上 警方拿着视频监控的截图 再次找到了死者的丈夫谢志文 让他辨认一下 可是谢志文却说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个毁随他妻子的男人 可以说呢 这个回答 他就很让人让味了 陈兰的女儿认识这个人 丈夫呢却不认识 那么这个和陈兰相熟的男人 究竟是谁呢 和陈兰一起掉进了 排水渠里的他 为什么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呢 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 24岁的陈兰呢 掉到了排红渠里 最后呢 他的结果是受了伤才死了 当时呢 在陈兰的身后 一个中年男子非常的可疑 可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陈兰的女儿认识这个男子 但是陈兰的丈夫却并不认识 那么这里边有什么说到吗 通过接触和观察呢 警方发现 死者陈兰和他的丈夫谢志文的年龄 有些落差 属于是典型的老夫少妻 妻子年轻时尚 而丈夫呢 则是老实芭蕉 甚至还有一些邋遢 这个他们两个夫妻关系上 我们就重点了解他们这一块 看有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围绕着情杀这一块 向他老公了解情况 警方这一问呢 谢志文就说开了 原来啊 他对妻子也早就有所怀疑了 平时呢 总有一个名叫 报平安的男人 给妻子打电话 两个人联系得很频繁 让他觉得很不正常 他就是说是有确实 有一个小邦陀 和他老婆关系暧昧 通话记录里面有一个号码 经常频繁着联系这个被害人 这个电话号码的持有人和 镜头里面出现的一丝男子 特别像 这个和陈兰频繁联系的人 正是报平安 警方迅速找到了报平安 拿出了死者的照片 当时他的反应是 很正常认识 我下午还联系了 说我们经常联系 我们是朋友 民警对报平安进行了询问 并且走访了他的朋友和邻居 发现报平安在案发当天呢 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同时呢 民警了解到 被害人还和一名男子 关系和暧昧 经过辨认 这个人正是视频中 尾随被害人陈兰的那名男子 从陈兰的女儿口中 警方呢 也获得了新的线索 就提出说 这个叔叔家里面 他曾经去过 并且能够带领我们 找的那个叔叔家 就是视频监控里面 出现的这个叔叔家 有的时候 小孩子呢 虽然年纪不大 却总是能够 给人以意外的惊奇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 受害人的女儿 就给案件带来了转机 在他的带领下 民警找到了嫌疑人的家 我们进去的时候 家里面就是有两个老人 还有两个娃娃 当时就看到他 那个就是两个老人 焦虑的那个眼神 接到婚了 然后他两个老人就说了 他说他不也不知道 去接孩子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两个孩子回家了 但是去接他们的父亲 却不知去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小县城 晚上风雨都知道 所以他们隐喻 又要知道一件事情 看到我们警察之后 他就是一种焦虑 焦急地想知道 事情的是不是他而做的 这个时候 墙上有一张照片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照片上的一名中年男子 正是监控视频中的 那个男人 结果他那个小女孩 就变成出来 就是和他母亲一块 接他放学回家的那个叔叔 吕小龙32岁 离异甘骨现任 和前妻的生有一儿一女 现在两名孩子 由他来抚养 吕小龙具有重大的作案险 但是目前却下落不明 警方迅速在县城的 各个交通要道拦截不控 嫌疑人的所有亲戚 都在盖法现场 作出的方式做 我们当时就分了八个字 进行守候 兄弟结拜中的法则 都进行了就是中坑守候 遗憾的是 遵守了一晚上 并没有任何嫌疑人的消息 那么这个吕小龙 是不是已经外逃了呢 可是这个人的性格 比较内向 生活呢 也很懒散 其实是没有一技之长 在外面长期谋生的 这么来看 他这个外逃的可能性 也并不大 很快 警方呢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划分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出动警力 兵分多路 展开了全面的搜捕行动 由于马家村呢 是一个城中村 里面向道是四控八达 地情复杂 其中没有人住的空房子 废弃的院子 以及苗圃 到处都是 如果一个人想藏到那些个地方去 是很难被找到的 什么地方可以 什么地方设 空屋子大概能占 百分之三十左右 在这个废弃的房屋里面 进行仔细地排查 要看有没有这个 犯罪嫌疑人 就是居住过的痕迹 在搜索的过程中呢 除了搜索嫌疑人的踪迹 专案组还把 是否有人家财务被盗 作为了排查的证件 还有可能就是 击寒交迫 偷东西吃呀 还有就是脱衣服呀 进行外装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民警分析 吕小龙一定会想尽办法 联系亲人 寻求帮助 所以除了搜捕之外 还轮流到了 嫌疑人的亲戚家里 进行蹲守 在搜捕蹲守的同时 警方呢还一边分析着 吕小龙的作案动机 就了解呢 和妻子离婚之后 吕小龙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让本来就内向了 他变得更加的消沉 可是您看怎么着啊 吕小龙的亲戚朋友们说啊 就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呢 他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开朗了很多 他还向朋友们炫耀说 自己又要结婚娶老婆了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吕小龙性格的这种转变呢 这和案件会不会有关联呢 在对吕小龙的社会关系 继续进行调查的时候呢 民警来解到 吕小龙的性格中呢 其实还有非常暴躁偏执 好像是他们两家的女母 发生这种争斗 当时这个女母就很暴躁 把这个从里面的牛打死了 还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当警方对吕小龙的了解越多 越是能够清晰地勾发出 这个人的轮廓 他呢 暴躁偏执 内向消沉 但是案发之前的一段时间 却突然乐观开朗起来了 直到案发之后 又消声匿迹了 那么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不是陈兰和吕小龙 彼此之间 曾经有过结婚的约定 但是陈兰后来反悔了 所以导致了吕小龙 由爱生恨 激情杀人呢 你用不他性格里面 有一路暴躁的这样的 给性格他这样 然后就是外面的刺激行为 有可能引起他 就是杀人 这样的一个 不管怎么样 在没有找到吕小龙之前 所有的这些呢 都只是猜测 只有找到了他 才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但是 案发过去了一个礼拜了 警方的搜索 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侦破工作 似乎呢 走入了僵局 那么这个时候 他到底躲藏在哪里呢 吕小龙作案的动机 又到底是什么呢 一番追踪之后 犯罪嫌疑人 依然是音讯全无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那么他到底躲藏在哪里呢 案发的十天之后 案件终于迎来了 一丝转机 4月13号 一位中年女性 找到了办案民警 来人是嫌疑人 吕小龙的表嫂 吴燕 她呢 租住的房子 距离吕小龙的家并不远 他们是远房亲戚 在前期的摸牌当中呢 警方并没有掌握到 这层关系 吴燕告诉民警 吕小龙曾经在4月5号 和4月12号 两次到过自己的家里 说自己饿疯了 想讨要食物来贴毛肚子 吕小龙第一次来的时候 吕小龙的三叔 恰巧呢 到吴燕家 来打听吕小龙的下落 当时呢 他们数职之间 还有过对话 没有直接说 和他有没有关系 只是叫家里人 在不要管 并且从他三叔那里 要了一百块钱 然后拿了东西 他就跑了 出于害怕 吴燕当时并没有报警 4月12号 吕小龙又一次找上门来 这回呢 吴燕没敢给他开门 也许是过于饥饿 吕小龙始终徘徊在门外 不愿意离开 他呢不断地敲门 让吴燕是心惊胆胆 最后 他对吕小龙说 再不走就报警 吕小龙才走了 由于吴燕的丈夫 常年在外地打工 家里只有他和孩子 因为害怕吕小龙 还会再来骚扰 吴燕呢决定报警 而吴燕所反映的情况 刚好印证了警方的推断 吕小龙并没有外逃 他外逃的可能性很少 他即使要外逃 这个资助的外逃的一个费用 能找的人 只有他的这个关系 这个亲戚这些关系 可是距离案发 已经过去十天了 吕小龙究竟藏在哪里 他还要过多久 才能再次现身 这些个疑问 依然是如重重迷雾 困扰的办案迷惊 吕小龙从小在甘谷县 古坡镇的林区长大 他会不会就潜藏在山林里呢 他的老家 就是在我们南山这一块 重点南山这一块 是可以说是 静可光 退可守的一个地方 他去那个县城 他可以找新街际 街际的这个渠道 被我们堵了 他也可以向他老家那边 退 除了成天的密林 山里无人看管的庙宇 废弃的空屋 也是吕小龙 理想的藏身之处 他的嫌疑人呢 比较熟悉 这个山里面的环境 怕就是他 跑到这个庙宇里面 去吃那些供品 他的生活来源 我们想也只有这些 划定了嫌疑人 可能藏身的区域之后 专案组决定 加派人手 出动警犬 无人机 继续搜山行动 终于 警犬将搜捕队员们 带到了半山腰的一处 窑洞旁 等于是他去他老家 毕竟知道 居民的就是那个蒙连 可以说偷着私下了以后 他铺在那个野地的 就是窑里面 很明显 窑洞里边 有人停留过的 心留下来的痕迹 这给办案民警 注入了一线期望 由此呢 搜索面积 也被缩小了 与此同时 蹲守组在严密监控 吕小龙亲属的同时呢 也在积极地和他们沟通 如果有消息 提供线索 如果有可能 主动联系嫌疑人 就要他托安自首 终于 在4月20号的晚上 嫌疑人有了动静 守候就是 嫌疑人他父母 那一组 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 晚上的11点左右 吕小龙父母的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 正是他们的儿子 吕小龙 当时我们的人 就在旁边 他就听到 这个嫌疑人 叫他父母拿去吃的 送到 蒋家湾 给他地点 原来 吕小龙让家里人 带一些钱和食物 拿上他以前用过的一盏 带着蓝光的手电筒 去到蒋家湾的山梁上 和他碰面 而之所以要戴上 蓝光手电筒 是他要用 手电筒的蓝光 作为暗号 由此可见 这个吕小龙 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得到了消息之后 专案组立即集结 研究制定了抓捕法案 一组民警 在约定的地点外围埋伏 第二组 由一名民警 假扮成吕小龙的弟弟 和吕小龙的父亲 一起带着东西上山 尝试用亲情来感化 引导吕小龙 口案自首 第三组民警 则是带着警犬 埋伏在山梁 通往古坡林场的方向 如果嫌疑人 往林场的方向出逃 就设法阻截 我跟我们 还有其他两个同志 就是先起到达 抓捕地点埋伏 确定好了抓捕方案之后 各组队员 连夜抵达了预定的地点 扮成了吕小龙弟弟的民警 和吕小龙的父亲 一起摸黑上山 到了吕小龙所说的 山梁上的一条山路边 民警打开了蓝广守舰 进行晃动 不一会儿 果然听到有人 在暗处吹着一声口哨 结果我们发现 他选的那个地方 特别独特 就是基本上就是三面 就是悬崖 我们靠近不了他 他选择的位置 有三条道 就是这边是一条道 这边是一条道 山上也是一条道 这三条道都通向后山 我们的正常人 只能靠近这个山的脊梁 而接下来的情况 就更加的紧急了 原来在暗处的吕小龙提出说 要弟弟开口说话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弟弟是假的 假扮弟弟的民警肯定不能出声 否则就全部露馅了 可是这样一来 本来已经靠近暴危圈的 吕小龙也产生了怀疑 他不再应声了 我们的正常人 不敢开口说话 我们几个埋伏了 在那里 他眼睛特别大 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近几远 他就又向反方向走 也许是因为逃了 这么多天的缘故 吕小龙没有好好地吃过饭 过于饥饿的他 虽然不再作声 但是也没有离开 由此可见 他是真的很饿 他也抱着侥幸的心理 为了就是能够吃上一口饱饭 他爸一定给他解释 就是说 你逃完自首吧 这样的话 会对你的 以后有个好一点 就是说 反反复复这样的话 就说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嫌疑人 一直就是说 你嫌给我连吃的吧 想吃他爸爸手里 那一口饭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 火速赶到了马家村 来接吕小龙的弟弟 我们侦察员 就是动员他爸 跟他一直在沟通 给我们就是侦察员 把弟弟从县城 接到这个山上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民警拉着吕小龙的弟弟 返回的时候 开的是一辆出租车 伪装成从这里路过 他只是减速 但是没有停车 迅速地把他弟弟 投放了他们 余悦地的那个地点 然后出租车 向他去死里开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 是最好的掩护 伪装的民警 悄悄退下 吕小龙的弟弟 上前站在了父亲的身边 向他的哥哥喊话 这个时候暗中遵守的队员们 心着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吕小龙 发现其中的破绽 等他的弟弟 开口说话到一瞬间了 他就放松警惕了 从那个扇上跳下来 吕小龙刚从藏身的地方 跳出来 就被涉活的民警 冲上来重重包围 他只能是束手就擒 民警还从他的身上 找到了作案的时候 使用的凶器 裤子可袋里面 就收到一把鼻水 4月21号的凌晨三点 距离案发17个日夜之后 吕小龙终于落网 警方在连夜 对他进行了审讯 他对自己的杀人罪行 供认不讳 据吕小龙交代说 他的孩子和陈兰的女儿 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他们是在接送孩子的 过程中认识的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交往期间 吕小龙把自己打零工 挣的钱也都交给了陈兰 他们还约定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陈兰和丈夫离婚 他们俩再结婚 之后呢 把孩子都留给老人照看 然后呢 一起两个人外出打工 开始新的生活 陈兰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不清楚他的内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 但是呢 就在案发之前 陈兰呢 突然向吕小龙提出了分手 并且对他是 避而不见 打电话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能躲就躲 就这样呢 两个人由之前的两情相悦 变成了后来的 剃头担子一头热 这个时候呢 被感情折磨的 处在崩溃边缘的吕小龙 想外出去打工 淡忘这段感情 但是他又没有入费 于是呢 又开口去向陈兰借钱 还没有想到的是 换来的 却是冷漠的拒绝和乳化 案发当天 酒后去接孩子的 吕小龙在学校门口 碰见了陈兰 他再次凑上去 寻求复核 当走到排红局旁边的时候呢 因为言语不合 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在拉扯中 陈兰的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吕小龙 这个司令陈兰说了 一句过激的话 他就说 你死远 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在吕小龙看来啊 陈兰太冷漠了 且不说自己把之前 挣到的钱都给了他 就算是朋友一场 也没有必要 如此对待自己 于是呢 当所有的爱恨情仇 涌上心头 吕小龙就再也 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就感觉 他付出了一切 他花费了他的很多钱 很生气 他感觉他这个人 他人生也完了 把这个仇恨想要发泄 在推丧拉扯之间 两个人双双掉进了排红局 在水渠中呢 情绪失控的吕小龙 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 向陈兰的颈部疯狂地刺去 直到陈兰不再挣扎 感觉他把人 就是等于是统杀了 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的 具体的后果 案发之后 由于内心恐慌 吕小龙跑向了排红局的暗局深处 等夜幕降临之后 他才从排红局 缺失了水泥盖板的地方逃了出来 先是躲藏在城中村废弃的院子里 后来又逃到了山上 直到落网 目前呢 犯罪嫌疑人吕小龙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我们经常说感情的事情需要的是慎重 而婚外情这种事压根也不要去碰 毕竟呢 这是违背社会正常伦理道德的事情 其实呢 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 还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 悲剧的两个主角 一个势力 一个功力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能够碰撞出好的结果吗 那答案显然是否定 这个事情里边更可悲的是 两个成年人的过失 让三个孩子 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父亲 法律可以制裁罪恶 却无法挽留逝去的生命 抚慰敌散的家庭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隙秘村庄 单身汉 命丧小桥下 从前发现的尸体 紧过 有所够 表皮不得突破汗 这一丑令正常的属于是 人是应该被类似的 同胞兄弟 他为何顿起杀鸡 像他来说 来说那青哥 你又是死在那 那不得 文贤从他一点 就是正常的清酒法来没有 这一点也特别 就是给我们感觉特别异常 相间合集 拍案明晚播出 未经许可可 strings 得分成